各位, 大家好, 又到了我們講這個Internet的基礎知識, 以及一些操控的時段, 這個系列了, 今天應該是去到第16講了, 我們講過, 上幾次我們講過很多Physical Hardware的接線的問題, 以及DHCP那些系統, 今天呢, 我就會回頭去講具體的, 在router 內部的settings, 這類的東西, OK, 我們之前講過一講, 我不記得第幾講, 因為那時候可能有些概念未清楚, 我就幫助大家跟不上, 所以經過三幾次之後, 現在我們重回回router 內部的setting, 這一段, 我會很短, 我就馬上轉去電腦那裏, 然後呢, 我就未曾setup, 我講的和電腦做的, picture in picture 那樣東西, 我時下會setup picture in picture, 因為, 接著下來可能很多是那些, 在電腦上面, 要看到screen 操控的那些鏡頭, 但如果當然是 picture in picture 那樣的話呢, 那就可以, 我講的那個貓貓樣子, 就可以在一個Glock頭那裏, 所以變成這個要重疊的, 兩個video的重疊, 和setup那些東西, 又廢點功夫的, OK, 雖然不是太困難, 但廢點功夫, 所以我這段很短, 然後我就轉去電腦那裏, 好嗎? 好了, 現在我們又是拿一個最基本的, 舊的router 來告訴你, 怎樣接線, 原來我們 make sure, 電腦接得上, 看得到才行, 是吧? 好了, 不再重複上幾次講過, 很典型的router, 是四個lan 的接頭, 一個是wan, 這個是接互聯網公司, 或者是它給我們的modem, depends on, 取決於你那個是一個, 一件過的, 即是說, modem 加這個router, 一件過叫做 gateway, 是吧? 如果是兩件的, 那這個呢, 就是接去這個modem那裏, OK? 這是第一件事, make sure, 在這裏插好一條線, OK? 一、二、三、四, 一般是說隨便一個, 但最好呢, 就是插第一個, 它的 label 是一的, 那你插第一個, 這條線呢, 我們就有category 5, 或者是6的線, 是吧? 那你插好之後, 那另一條線呢, 就插進去 computer 那裏, 那裏, 別忘記我們現在講一下, 講緊的就是, 我們怎麼試一下, 用這個 computer 去 assess 這個 router 的內部, 所以不等于你的手机在上网 有区电话我讲清楚这件事 所以如果你用个desktop的话 你就要把desktop原本接上网那条线扯着它 因为我们包括你在内 我跟你一起去做个实验 这样解明明 就不是去搞你家里本身有那个network 搞乱了我负责不起责任 这些头部就摘在你的desktop手机那里 即是RJ45的那个Jack 那你的Socket就插下去就可以了 那就是unplug了你平时上网那条线 如果你用个laptop去做的时候 那你就要在keyboard那里 先禁止了Wi-Fi 因为你laptop多数用Wi-Fi 然后再插这条线在旁边 旁边呢 我想九成的 九成几的laptop都有个plug给你插的 OK 但它就有一条 有一块板弹出来 那你就要按下它才插得下去 那就是把这个直接插到computer那里 知道吗 好了 那你插了之后你又插电 这里要插电 没电 没电又不行的 OK 有了电之后 那然后这里有个reset的按钮 你找找找 总之凹下去的 多数是 你最好玩屈直了的慢折颈 那些人叫做回形针 OK 慢折颈 屈直它 原来将这头呢 因为它幼一点 又不会太尖的嘛 你那个缝 这个做链衫那些针又太尖了 那这个是刚好的 那你就插住这里带电 插住它三十秒钟以上 那就将这个旧的 如果你新买一个回来 就不用了 如果你找一个旧的来玩 我们做实验 说来说去 用一个旧的来玩 那于是呢 你就 reset 了它 然后回到 factory 的 setting 即是原厂的set up 原厂的settings 那就不用烦了 好了 那原厂的setting 会达到什么效果呢 那你就要看这间厂 比如刚才我拿这个呢 是Linksys 或者说Costco 不是买送的 Cisco OK 那于是呢 就 它们是同一间公司 那于是它出厂的时候 它的 default 就要置于三样东西 Liofee交三样东西 这三样东西 第一个就是 它作为一个local的 address IP address 因为它是local的LAN 所以一定会自己 才设定一个地址 给它自己 那个地址 大多数九成多 都是以192.168 开头 然后第三 第四个字 就取决于不同的厂 多数呢 就在0和1之间 可以选择 有些是01 有些是10 有些是11 多数是这三四个数字 它不会选得太刘腾的 而刚才的Linksys 它就是11 1.1 你要知道这个地址 这个地址 其实是等于我们上网的地址 知道吗 以后我会说这件事 每一个上网的地址 比如一个举例 说Microsoft 它是www.microsoft.com 是吧 这个就是它的地址 所谓URL 但这个地址 不是给电脑、网络 或者computer 因为电脑不懂文字 它继续后面是有一个地址 有一个IP address 那个是唯一的 这个以后再解释 那就是说 我们打入地址栏 那个是这个 一串 这样的数字 其实就等同于 我们打入3个W.microsoft.com 是一样的 OK 以后你试试 只要你知道Microsoft.com 它的IP address是什么 你打下去 就无异于 你这样打3个W.microsoft.com OK 这是另一个知识 第一件事 你要知道 因为如果搞错 你打入地址 它不能进入软件 它就会打出一个 error message 一定要搞定 你试试看软件 反转变 有没有 label 在上面 在一个 sticker 写着 它的IP address 是什么 如果没有的时候 看看是什么厂 哪间厂 那间厂的名字 你上去Google查一查 你问Google 你便说 这间厂的 Router 的 default IP address 是什么 很容易找到 这是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 如果你的地址刚刚打进去 它就会问你的SSID OK 是什么呢 是什么呢 即是说这个Router 的 ID 于是楼空的位置给你填 那这些呢 亦都是在那个Sticker那里有的 OK 你打出来 然后呢 又再问你Password 你才能进入软件 为什麽呢 因为如果有人知道 你也不是有一个程序 让你进去的话 那我去到你家 把Router搞搞搞 震乱大龙 那你便不能上网 是吧 所以有两件事 知道 OK 例如Linksys 来说 它的SSID 是留空的 或者说ID 它是留空的 你便是空格 不用了 blank 不用了 于是它的Password 就叫做admin admin 就是等于 administration admin 它是全部细写的 OK 那你打到这两件事 你再按Enter 那它便会打开 Router 的 menu 然后你便可以继续做 所以你要知道三件事 OK 那这三件事呢 就是视乎不同的生产厂 不同的生产厂商 它自己定的 OK 但如果你进入Router 之后 你说我喜欢自己改 可以吗 可以 这三件事你都可以改 OK 尤其这个是至关重要 因为 如果你开在一定的范围之内 你打开你的手机 你打开什么呢 它会看到你的SSID 那你就知道 这个是我的 那如果你没有准的Password 也是不能进入 你甚至将来可以hide 收到SSID 都可以的 那这个以后我们 在Router 内部的setting里 慢慢讲 是吧 Router 内部的setting 都有很多东西 好吗 好了 那现在呢 就跟我一起去电脑里 试试吧 OK 我们慢慢一步一步 这样讲 好吗 OK 跟我来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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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